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括行李圈的混元装主要就是开你的肩膀 开肩膀有什么作用 接下来我通过一个很极端的例子 我站在一个不稳定的半圆形的球上去演示一下 一旦你的肩膀开开了 对方想作用到你的重心推到你的身上是完全不可能的 我通过肩膀跨的一个调整完全去把对方带得到处乱飞 从而在你的推手过程中能有这样的一种劲力 首先松肩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当对方推我的时候 那么当对方推我的时候 我的肩膀可以放松 不让他们的肩膀 通过肩膀的一个 一按我 一按我通过松肩 通过肩膀的一个放松 通过肩膀的放松 通过肩膀的放松 不让他按到我的身上 这是松肩的一个作用 所以我们练开一拳 还是行一拳都要占过原装 这是主要的开肩膀 开肩膀按照这里的姿势 3D式把你的肩膀开开 这是主要是用来开肩的 如果你没有肩膀 放松 那么对方一按你就按到你的中心上 你这个三角形保持不住 那么就很容易歪倒的 而当你开了肩之后 那么人就不是一个三角形了 他会在这两边多上两个滑轮 多上两个滑轮 对方再给你施加力量的时候 你可以很轻松的通过这个滑轮的调节 把对方的力量改变掉 所以这是松肩的一个作用 想学习正确的行一群的 会员庄的姿势呢 可以到我公布者的一个教学 那么大家加入会员庄的第一阶段的课程 训练一下发我 训练照片 我给大家把你的动作 手把手的给你调整正确 然后呢大家再下功夫练 无论你是练什么武术的 你们参想一下的话 都会对您的功夫有一定的帮助 同时呢 当你具备了这种敬礼之后 你过渡到散手当中 在你做动作的时候 这是我们的会员庄 身体双微的一侧 就变成了散打的一个防守姿势 这是我们所站的会员庄 当我们保持好后员庄的装甲之后 身体围的一侧 就变成了一个散打的一个防守姿势 当我们习惯了后员庄的姿势之后 我们再去打拳 我们起到开肩的一个作用 再去打拳 那么你保持着后员庄的姿势 去打拳的话 力量会比你平时大很多 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会比你平时的力量大很多 而不简简单单的就是通过你 转腰跟地发拳 不是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不猛的 这种感觉是快蛋不猛的 但是随着你站着会员庄有了腰 开了肩之后 再打拳 这种拳会显得势大力成 会显得你势大力成 同时呢 因为你站桩的一个重心的下沉 会让你获得很多意想不到的 所谓气沉丹田 开胯的一些感悟 在我们行异拳这个体系里呢 开肩 我认为最快的方法 就是站货原装 这种感觉 我认为最快的一脚 有点